幸亏不是天天这么吃 否则我真得胖了不行 怎么样 我出于有进步吧 一如既往的好 彩儿 我给你说一心里话 真的 你一定能找到一个 比我好一百倍一千倍的男人 你这样吗 在这个时候夸小女人 是最残忍的 说来也挺奇怪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男人的 女人只是附属品 所以为了嫁个好男人 我从懂事起就开始学习 如何取悦男人的技能 从洗衣服做饭到化妆打扮 每一个我都耐心学习 可是当我真心爱上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些本事 一个也用不上 这事我才知道 根本在这儿 我根本就不懂男人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的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的 酒香不怕想得深 好饭不怕烦 彩儿 你就信我的话 说不定哪天一钻石王了 我呱叉就砸你头上了 但愿吧 祝福你 我以为啊 我会跟林林大吵一架 两个人就跟泼泼一样 互相揪着头发拼死拼活的 可是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不恨他 我恨不起来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到他幸福 我的心就不疼了 你说 我这个女人 是不是做得挺仗义的 真的很仗义 彩儿 你是个好姑娘 不吃这个了 我去倒酒 彩儿 你真别恨灵灵 真的 我可以跟你发誓 都是我主动追他 他一直在回避 他在躲闪 而且他生怕做出一些什么事来 他 他伤害到你 所以 你更喜欢他 我承认 有一部分你说的这个原因 你 但老师我 我也可以不谦虚地跟你说啊 女朋友我教过无数 哪一款呢我都见了 但像玲玲这款的还真是 真是奇葩 我这 我也我 我有一种 就克制不住想追她的那种欲望 你知道吗 那我这一款呢 你这一款 你这一款分手之后还可以一起 吃饭聊天不哭不闹的 也是唯一一款 这是我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 最动听的夸奖 谢谢 应该写的人是我 还是应该 我谢谢你 虽然你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是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你也给我安排了那么多 让我从一个服务员 一下变成了一个餐厅的女老板 真的 谢谢你 还是因为你自己能力强 干 为你的能力强 好 这一切 都过去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嗯 我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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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明 跟你在餐厅的那段日子 我们快乐过 奋斗过 虽然很辛苦 但是唯一想到那是你的理想 再辛苦我也不怕 理想 什么丹麦的理想 晨儿我跟你说 我开那餐厅完全就是不想 跟家里有任何的瓜葛 我就想做点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嗯 你知道吗 你那儿就是再小的事 在我这儿都是天大的事 佳明 嗯 我为了你 嗯 我心甘情愿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不求有什么回报 好 只希望你喜欢我 就做够了 这场持久的爱情争夺者 让周彩儿完全忘记了自己 这一刻 他只希望用他最后的努力 留住这个男人 不 咋 咋 咋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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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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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 你怎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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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那么约呢 嗯 走 我带你回房间去休息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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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带你去俩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门在这儿 大门 好 大门 到家了 慢点啊 我回家 我到家了 回家 不回家 灵灵 你 你这俩躲着啊 我不会把你吃了 啊 我 我不想把你吃了 啊 啊 我 我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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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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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吧 睡了吗 刚到家陪爸妈聊一会儿 你早点睡吧 明天见 明天见 醒了呀 昨天晚上 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如果想我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对了 昨天的衣服 我都给你洗好烫好 就放在这儿了 那你接着睡吧 我走了 刚到家 陪爸妈聊一会儿 你在这儿睡吧 明天见 真是人心难测呀 你说我把她当好朋友这么长时间 甚至我还拿她当榜样 她怎么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呢 你不会真的把简佳明让给她了吧 她喜欢就让她拿去呗 不就是个男人吗 这恐怕不是你的真心话吧 哪那么多真心啊 谈恋爱嘛 不合适的话就换呗 如果一开始就打算不换的话 那干脆结婚就得了 所以说过程都不重要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结果就是 简佳明把你给扔了 然后跟她好了 这才闹到哪儿啊 早着呢 谁狠谁就笑到最后 不会吧 这抢闺蜜的男朋友还不算狠呢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更狠的呀 不说这些了 你跟邱大海怎么样啊 我跟大海啊 我跟他求婚了 你跟他求婚 你求不求人哪 那不然我怎么办啊 他不求我就求了呗 免得他哪天三心二意的 跟别人跑了呢 他要是真跟别人跑了啊 那又代表他不是真的爱你 你该不会真打算 跟你第一个男朋友就结婚吧 那怎么了 脱盔呀 那他要跟别人跑了 我才亏你 我就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你们俩在一起啊 本身就是个意外 对 他和我有意外 可以 他要是和别人相有意外 甭想 这过几天 我把订婚仪式给办了 再挑个日子 把婚给结了 他这辈子啊 就算是我的人了 被蒙在鼓里的简家明 只觉得眼前这扇门是那么地沉着 崔玲玲的每一个眼神 都是对他最大的审判 简家明 你还好意思来啊 你就没点愧疚感吗 灵灵 我的早饭呢 你看我等一上午了 你要饿死我呀 唉 我 我这不是想先问问 你想吃什么再去买吗 你平时买的 不是都挺好的吗 干嘛呀 专门这个时候讨好我 我现在就去买 别去了 别去了 你等着我吧 我已经买了 亲爱的 你得明白 跟男人上床是一回事 嫁给男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身边不就有 这样的例子吗 你看蓝姐 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 连艾艾都六岁了 她才想起来往外挣脱呢 晚了呀 费劲不说啊 她还没有年轻的时候 那么抢手 你再看崔玲玲 还没弄明白 结婚怎么回事呢 就被江凌姐给放鸽子了 这些你可都看见了吧 那你还哭着喊着 往火坑里跳呢 傻不傻呀 那又怎么了 本身我从小到大 也没有从火坑里面出来过 我不是没有喜欢过别人 可是连王长阳 都看不上我 我还能奢求什么呀 亲爱的 你要明白 不是你不好 是欺凌凌比你更好 好像也是 那你发现没有 我们身边的男人 绕来绕去的 最后都去喜欢他了 亏我还一直傻乎乎地跟着他混 结果最可怕的敌人反倒是他 要是没有他的话 我肯定早就和王长阳在一起 我和王长阳的星座血型 那是完美匹配 我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我还用得着死气败烈地去 向男人求婚吗 王长阳肯定都爱我爱得死去 活来主动跟我求婚了 我告诉你 我跟大海结婚 你死都不让他去 你该不会害怕啊 大海也被他迷住了吧 但万一呢 他要是连大海都要跟我抢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 放脸不上人了 欧阳 你跟我不一样 你没必要把他当成敌人 可是我现在 也没有办法把他当朋友 行了 陪我去找个酒店吧 走吧 走 走吧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也没说吗 你们昨天 财了是不是挺伤心的 你很在乎他的感受是吗 怪我又是朋友啊 再怎么说冷线在一起的 我也算是恨他多爱啊 他不知道你同情 你们俩聊得不愉快了 也没有 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晚啊 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都几点了 睡不着 睡不着 看片子来的 他走了吗 走了 我今天早上走了 给我发了个 微信 说已经半早了 他走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肯定恨死我了 别这么瞎 如果 真要有人内疚的话 也不该是你 他都要走了 你还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粥很好喝 真的 那吃点鲜菜吧 你 你 同事们都看着呢 让他们羡慕去吧 你来 怎么事先也不打个电话 我说你就以这种方式 欢迎我出来吗 不是啊 我是不想让同事们说闲话 羡慕不羡慕 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再说了 你能不能别老在意 别人的眼眸 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来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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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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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吃饭去 走吧 我都定好了 走吧 走 你怎么这么快就又能开车了 我也没飙车 就是超速了 我说你就这么盼着我被拘留啊 我既不盼望你好 也不盼望你坏 因为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关系 全看怎么相处 关键在联系 只要咱们联系上 我就不怕你从我身边溜走 我要带你过另一种生活 你凭什么那么仔细啊 我有这个能力啊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是想按自己的意愿活 还是想成为其他人的复制品 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都一模一样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的人生准则就是 活着变精彩 烟花是精彩 不过她也就灿烂那么一小会儿 精彩啊 都是暂时的 不 我的世界只要有了你 就会一直精彩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没完没了 你很特别 我看到你我就高兴 我自己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你多大了 二十八 我比你大七岁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我离过婚 而且我不可能这么轻易 接受一段感情 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让你接受我 我怎么发现 不管说什么 你都好像无所谓 什么都不在乎 不 从今天起 我只在乎你 你��上 早和 ins覆盖 总好 disease 凯予你的 ciones それは 男人パ?」 什么意思 以后这个车就是专门陪你兜风的 随叫随到 说你疯了吧 我们就见过一次面 你就花这么多钱给我买辆车 我还真收下的话 你还不心疼死了 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收下呢 钱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要的那是钱买不来的 真实 我爱上你了 这就是最大的真实 我问你 你知道是不是爱吗 你不知道 我这几天啊 我朝思暮想 满脑子全是你 但是这些都是虚幻的 我必须见到你 你知道吗 我费了多大的气力 我才找到你 从今往后 我必须每天我都看到你 触碰到你 亲口对你说我爱你 每天跟你一起入睡 跟你一起起爱 这个就是最真实的爱情 你想得也太美了吧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你干嘛非要压抑自己的情感 压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望呢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干嘛还要离婚呢 你明明喜欢跟我一起兜风 却害怕同事看见有人追你 你明明渴望爱情 却害怕男人不靠谱 你甚至跟我出来 连酒都不敢多喝 谁说的 不就是喝酒吗 你不觉得每天那么多约束很烦吗 什么样才算不约束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就更好 你真的很有潜力啊 你们男人是不是不管多大 都喜欢放荡的女人 不是吗 你压根就不是什么放荡的女人 干嘛跟别人学呢 人生苦短 不管怎样 自己舒服就行 不是我的真车吗 走 带我兜风去 啊 嗯 嗯 嗯 音正気 味好 不要 像我 外人 juic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懂了 我哭了 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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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李兰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干嘛还要逃避呢 你只担心我不负责任是吧 我是痛恨我自己 这么大胆人了 竟然做出这么丢人的事 如果我们属于那种 天亮就说再见的类型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不会 我爱你 可我们真的不合适 谁说不合适 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 不就是年龄吗 这些都是我最讨厌的世俗标准 可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昨天晚上我们躺在一起 现在你我站得这么近 你还告诉我不是一个世界 可我们完全不了解 可以慢慢了解啊 我还是不能够相信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起 相信我 会让你幸福的 你干嘛总是追着我不放 你想要的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李兰 你以为我跟你睡在一起 就是我想要的吗 我再说一遍我是认真的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吗 想不想听我的计划 从今天开始到周日做准备 周日咱们飞三亚 入住喜来灯酒店 停留一周 然后咱们坐邮轮去新加坡 停留三天之后飞迪拜 我朋友在那儿有别墅 然后咱们去欧洲 没有具体顺序 却看你喜欢 最后一战一定是挪威 我们从那里去北极 我要在极光出现的时候 抱着你 跟你说我爱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让这一切全实现 相信我 你 你 你真的打算跟我在一起 只要你愿意 我要给你全世界 我心里有什么 我以后要得出心 我可不得出心 找到房子就要马上搬走 那也是 这马上都快订婚了 这也确实该办了 瞧呀 我还是觉得太突然 怎么就这么快呢 人不都是一样吗 你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这一瞬间的事都是 怎么啦 这么愁眉苦脸呢 你说得没错 我也是瞬间感觉到 肩上的压力好大 你说这几天走路啊 我都不自觉地弯腰 你说再这样下去 我指不定哪天我就 腰椎键盘突出了我 你这说得太夸张 那结婚的那么多呢 我也没见到满大街 都是腰椎键盘突出吧 我不一样 你说我和欧阳那小妖儿 给加起来 还没人大腿粗呢 我一想到要买房子 还贷款 办婚礼 生孩子养孩子 我头都大了吧 老爷们儿顶门过日子 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那再说了 这没压力哪儿来的动力啊 我是怕我真扛不住了 怎么办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过两天说话就要结婚了 这还有机会 你要真领了证 那可不能反悔啊 我跟你讲 这结婚最重要的就是责任 搞得你像过来人似的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跑啊 那不一样 超阳 吃过猪肉的人 才知道猪跑起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你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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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得跟时间末日似的 那再说了 那欧阳人家好歹是 黄花大闺女跟着你吧 那你说你现在这姑娘多乱套啊 你知足吧你就 你把人娶过 不让我给你 让你图个踏实 也是 谁让咱是好男人呢 没错 人家愿意嫁 咱就得娶 这啊 那我走了 以后你怎么办啊 我又饿不死 再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这是不想找 我跟你说 我要想找了 分分钟谈一个我就 谈吧 这房子我们走了之后 它又更加的冷清了 你一个人也空的我 再说了 人崔玲玲已经有着落了 你也别惦记了 该放手是就放手吧 行了 甭瞎操心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是担心 你说我要哪天扛不住 扛不住也得扛 谁让你是老爷们呢 那尽量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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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过来 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但是你要给我们煮火锅吃 那没问题啊 只要你们回来啊 火锅管够 但是说好了 你们别老吵架了 就是非吵不可呢 也别老动家伙 大海的身家性命 我就交给你了 打坏了你后悔 老公 我再也不打你了 别啊 我都习惯了 你要不打我 我还不试一天 真贱的 那行 茶叶 我们就先走了 行 走了 好 嗯 你要好好等哦 嗯 嗯 嘿嘿 拜拜 拜拜 走了 咱俩 嗯 不要再想好了 我亲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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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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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万 喂 不是 那个结婚戒指 哪有水平送的 十万 对对对 多不合适 别迫费了 别迫费了 其实也无所谓 这个谁送不要紧 关键是看谁戴 是不是欧阳 那既然她说不合适 那我就下次 给你们买别的礼物 好吧 祝你们白头偕老 回来给你补礼物 我先走了 走了 走了 拜拜 男姐 拜拜 拜拜 这老女人也太讨厌了 她要不拦着 人家都给咱买了 这 这也不得怪 你自己没能耐啊 这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欧阳 你等等我 你 你 瑶瑶 妈妈给你买了 这么漂亮的玩具 你还不高兴啊 嗯 是不是想吃零食了 不能吃太多零食 知道吗 要多吃饭 让爸爸到时候啊 给你多买些水果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妈出差 过几天就回来了 你骗人 你肯定好多天都不回来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还说过不跟爸爸离婚呢 是没有离婚啊 妈妈跟爸爸逗着玩呢 那奶奶为什么哭呢 爸爸也哭了 我都看到了 你是不是有新男朋友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爸爸了 什么新男朋友 谁教你的这些啊 你骗不了我 我是大人了 瑶瑶 妈妈真的是有事情要做 等妈妈再回来 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 好不好 不要 我要你和爸爸陪我玩 瑶瑶听话 妈妈妈最近真的是有事情 等妈妈回来了 再也拿也不去了 好不好 天天在家陪着你 那爸爸呢 爸爸要工作呀 爸爸要赚钱 好给你买新衣服 新书包啊 那好吧 我不想要新爸爸 没有 没有新爸爸 那新男朋友呢 没有都没有 真的 真的瑶瑶 来 听话 哈 这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时光 能跟你在一起 我特别地幸福 但有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说 好 否则的话 我心里特别地堵的 好 那就是 彩儿